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来看范例3 那这是一个碰撞的VT图 从VT图里面呢 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碰撞的有趣现象 好 那这一个甲去撞乙 甲和乙发生正面碰撞 碰撞前碰撞后的速度 跟时间的做图 如图所示 乙之甲的质量 为N1等于2公斤 则第一小题 乙的质量是多少 那因为呢 甲和乙呢 就是这个系统呢 所受的外力和 是0 对不对 因为没有第三个 丙或丁 所以所受的外力和 和外力为0 那就是总动量守恒 总动量守恒 那就可以用动量守恒来算 算前后的一些位置数 算前后的一些位置数 好 他们 这个系统 受的 和外力 为0 好 那从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出 甲一开始是 速度5 乙一开始速度2 那甲的质量 4公斤 乙的质量 我们假设是m乙 那乙后来呢 速度是4 甲后来呢 速度是1 好 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列动量守恒 的式子 好 我们先写 总动量会守恒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好 m1 v1 甲就是1号 也就是2号 加上 m2 v2 就会等于 m1 v1' 加m2 v2' 那甲的质量 是2 一开始速度 是5 乙的质量 位置 一开始的速度 2 那后来 甲的质量 还是2 后来 甲的速度是1 乙的质量位置 乘上乙后来的速度 4 这样算出来 就是2m1 就会等于 8 所以m1 就会等于 4公斤 这就单纯是动量守恒 好 那接着 第二小题 碰撞前的总动能 碰撞后的总动能 那这是要 让我们验算看看 它是否为弹性碰撞 好 那 碰撞前 甲的动能是1 2 乘上 甲的质量是2 乘上 甲的速度是5的平方 再加上 乙的1 2 乘以4 质量是4 然后乘上速度是2 这样算起来是 25 再加8 我等于33 那后呢 后来呢 后来甲的质量也是2 但甲的速度变成1 然后乙的质量是4 乙的速度变成4 这样算起来是1 再加上32 所以也是33 那前后动能没有损失 它是弹性碰撞 所以是弹性碰撞 那 其实 第三小题告诉我们 你可以不用特别去算动能 直接看接近速率和远离速率 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弹性碰撞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如果是甲接近乙 那从乙看甲 乙看甲 乙看甲的速度 其实就是从2看5 从2去看5 对不对 从2去看5 好 那从2去看5的话 那就是从甲 从乙看甲 所以用甲去减乙 那就是1和2 那就是 那就是5去减2 就会等于3 这是在碰撞前接近的过程 乙会觉得甲往它靠近 然后撞上 再远离它 那远离分离的时候 分离的时候呢 就是 乙 从甲看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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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也是3 对不对 结果也是3 没有画好 没有画好 再一次 就这样好了 结果也是3 所以 它的接近速率 的确 就跟远离的速率 一样 都是3 这一次是用4减1 结果是3 那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你禁我 就会等于我怨你 我远离你 我远离你 这是弹性碰撞的 另外一个公司 对不对 在介绍弹性碰撞的 那一则影片中有提到 所以其实不用真的去算前后的动能 如果你知道前后的速率 如果你知道前后的速度 那其实就可以 来判断它是否为弹性碰撞 那或者反过来说 如果 你知道它是弹性碰撞 那你就可以去 预测 碰撞之后的速度 好 第四题 整个系统的执行速度 是3 是怎么算的呢 执行速度呢 其实就是 N1 V1 加N2 V2 去除以 N1加N2 好 那结果就是 2 乘以 1开始的 5 再加4 乘以2 再去除以2加4 所以这里是10 加8 除以6 所以是3 好 那刚刚好呢 我们会发现呢 执行速度3 它刚好就对应到 这两条线 交集的地方 对不对 就交集的地方 刚好就是3 但是代表说呢 甲越来越慢 乙越来越快 但是最后呢 撞下去弹开的时候 又是 乙变得更快 甲变得更慢 那所以 甲变慢 乙变快的过程中 一定有一个瞬间呢 它们 两者的速度 是一样的 那两者的速度 是一样的 那 可是整个系统的 执行速度 也是不变的 那 所以呢 在这两条线 的交集的地方 就是 整个系统的 执行速度 那 也刚好就是 它们 最接近的时候 所以最接近的时候 就是0.75秒 刚好 在这个时间点 甲 和 乙的速度 都是3 也是 系统的 执行速度 能力 词